高雄左營分局传出疑似職場霸凌的事件 一名兩線二的女警控訴副分局長 對她長期有偏見 疑似還曾經因為謙公講的事情 對她開罵 甚至說出有歧視意味的言辭 事件曝光之後 督察室也將會進行調查 而左營分局則是發出了三點聲明 表示面對女警的申訴 絕對會秉公處理 高雄警界傳出職場霸凌案 有女警就控訴左營分局的副分局長 對她是各種言語霸凌 甚至是初出打壓 現在督察室貨報也將進行調查 出來控訴的是 左營分局民房組兩線二的零姓女警 她指控劉姓副分局長疑似 對她長期有偏見 20號下午5點多 疑似就為了簽公獎的事情 把她叫到辦公室開罵 只問為何給自己簽獎勵 而女警當場否認 表示是分局長主動給同仁的獎勵 結果副分局長 似乎就說出有歧視意味的言辭 讓女警覺得相當委屈 家屬抨擊 平時女警表現良好 根本是被副分局長針對 如今警戒也傳出這場霸凌案 消息曝光 民眾則是有不同看法 能好好溝通當然是最妥當的 所以她就已經有階級之分了 人都要被尊重 而據了解 事發當下有部分同事募集 為女警抱不平 也有知情人士直呼女警平時情緒 就比較不穩定 而目前督查事件或申訴 也將進行調查 左營分局則是鄭重提出三點聲明 江州級相關幹部及當事人進行了解 分局長也都有致電關心 對於申訴也必定依法調查 秉公處理 究竟事發當下有沒有也與失當霸凌 情勢相關單位恐怕還得調查 這次是鄭重提出的 鄭重提出的